好 欢迎欢迎来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一本 我觉得很有趣的书 说实在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一本书 底层网红 那也很开心 因为这本书 然后就见到我的老朋友了 然后他一进来就告诉我 十年没见了吧 十年有成 他自己创办了这家公司 然后出版了很好的书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喜乐文化的发行人 创办人韩松林 松林好 玉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做节目做久了有一个好处 就可以碰到老朋友 真的 而且我每次上广播节目 都会碰到老朋友 真的吗 对对对 就是很难得的机会吧 现在人的实体距离 其实比想象中来得远 因为社交距离越来越近 对对对 所以一个在社群上面 跟你很熟络的人 搞不好算一算 七八年没见 都是很正常的事 对 是吧 因为好像了解他的状况 你就会觉得好像还蛮熟悉的 可是说实在实体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是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觉得你还是一个爱书人 也就 不是说害一个人就叫他去开一个出版社吗 我觉得跟投资理财很像 就是你在里面我发现我最近大量看投资理财的书 那我发现呢 其实每一个投资理财的这些能够出书的专家 他们讲的方法都是他们找到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方法 对不管是他说像唇鼓 对或者是他就叫你买的就不要动 或者有一些人就是叫你做正二做期货 对对对对但你说穿了他其实是找到他的方法 对对对对 这个方法你不见得能够用啊 对没错没错 我看了一堆以后发现好百分之九十的书我都白买 因为这些方法好像都用不在我自己身上 做出版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懂了 哈哈哈哈 如果我觉得出版几本这个好书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像我还很认真看完 因为我的我有在大学兼课嘛 是 其实很多大学生很想当网红哎 对对真的啊 如果你跟他们了解聊天以后 他们真的也很努力的剪片拍片 想要当网红 那坦白讲他就会觉得说有流量 有收入 对是一个开心的工作 他不见得是轻松的工作 可是他是一个开心的工作 我觉得这十年有很大的转变啊 就十年前你根本也没听过什么网红啊 网美 不问你网红跟网美有什么差别 我曾经访问一个人 哇他跟我讲我真的受不了 嗯 怎么受不了 长相就是流量 对对 他说网美一定是网红 网红不一定是网美 我是学他的发音 受不了受不了 可恶 就是要把他扒下去 对像大人 对对对 其实这十年前没有这个专业嘛 是不是 他没有一个这个工作 职称 title或者是产业链 其实都还不成熟 对 都是在最近这十年 把它变成一个 现在像运芬姐在做老师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应该排名前三 是 梦想职业 他一定是排名前三名的 嗯 医师 对 幻奇师 对 或甚至台积电 嗯 也许都未必 嗯 因为因为其实这是一个 更能够让他们 呃 instant 英文叫instant 就是立即性的 对 立即性的快乐 立即性的看到回报 嗯 对 立即性的你有看到你的努力变成流量 变成钱 变成名 变成权力 嗯 那在传统工作上面呢 这个历程不会那么快的 是啊 对 这个历程 没被老板臭骂一顿已经算不错了 这个历程 拿到什么样的激励啊 对 动辄数年 嗯 十年 嗯 以为继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年轻的梦想职业里面 当红 这是不足以为奇的事情 嗯 只是哦 为什么出版这本书 嗯 因为我当初拿到书稿 你选书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很有趣了 对我其实选他的书 我没有任何的呃意识形态在里面 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 哎你选这样的书是不是你要diss diss这个产业 哦 我倒不从这个角度想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现在去讲社群或者是讲这些科技业 有多么成功的书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对对 但是有没有人去讲 这里面存在了多少风险 存在了多少陷阱 嗯 呃 跟任何的行业一样 都是金字塔结构嘛 对吧 投资理财领域也是一样 是啊是啊 赚钱的人永远就是那10%5% 那在社群这个领域 呃 顶流网红 一样也是非常珍惜的存在 我们看到的那些破百万的 嗯 流量很多 赚很多钱的 他也是金字塔顶端 嗯 嗯 那那些金字塔中低端的人 嗯 他们到底怎么样呢 嗯 因为你有很大的几率是那中低端的网红 所以我们这书名叫底层网红 嗯 出版他的用意其实是让大家去看社群跟这一些所谓网红这个职业 他的另外一面 嗯 而且是一般人比较看不到的那一面 嗯 欸不我们先来讲啊 就是说网红大概有两种 一种大概就是意外走红的 嗯 另外一种是用心铺陈啊 是 对 其实大部分你就是说像我的学生们他们都会去学剪辑 嗯 然后学一些这个呃 影音 嗯 然后呃设计脚本 好 然后来来来来拍片啊 嗯 但也比不上那种哦 一一一一一系走红的啊 对 其实大部分都是一系走红啊 对 即便他很努力 嗯 嗯 可能走红都是一个意外 嗯 嗯 哦 那在各个领域 我觉得社群上面呃不管是YT IG Facebook其实都有一个特性 嗯 跟传统产业不一样 就是他经得起细分 因为他池子够大 嗯 所以你会发现了在YT里面不时就串出来一些非常有趣的细节分类 譬如说在YT里面就会看到一堆大陆在居住在海外的大陆人 嗯 他在做YT嗯 那他做YT拍的影片呢其实就是在骂中国 嗯 然后呢很红哦 而且这些人都变成台湾的网路YT收看者的呃偶像了 哦 对 譬如说像谈军事啊因为俄乌战争啊这些这一段期间的动荡 其实就造就了好几个譬如说军事武器之类的博主 嗯 这几个博主呢其实都是大陆人 嗯 但是不影响台湾的粉丝donate给他们 嗯 他们都开了会员频道里面我有时候上去看一下留言 有非常多是台湾网友donate给他们的 嗯 对所以所以你会发现说一个很大的词词他经得起很细节的挖 所以流量就是金钱啊 但有人要钱不要命 好我们把底层网红这本书po在粉丝团当中让大家可以同步看到了 其实我刚刚有跟韩松林在广告时间在聊啊 我真的觉得这本书活生生血淋淋啊 当然我们会觉得在光鲜亮丽那一面之外有很多流量很多人追很多人donate你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底层网红就是为了想要红然后要钱不要命 对然后互相的这个强害这样的情况其实蛮多的 其实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案例 这位记者他是社会调查的高手 他曾经多次入围英国的新闻讲 那他这一本书是简单来讲是他针对这个社群的一个田野调查 他访问了非常多非常多在各个领域这本书的八个章节 八个领域的不同的案例 那这些案例呢他都没有去采访那些顶流网红 这些顶流故事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都是采访那些流量不多 可能数千数万但是他碰到一些逛怪物里故事的 踩过坑爆过雷的这样的网红 那这里面其实最大争议 尤其像刚刚运芬姐提到说他在大学兼课 我觉得对于初出社会的毕业生 你当然你想要用社群来作为职业这是很好的事 但你要拿捏准方向是 你靠什么去争取粉丝的变现跟获利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譬如说书里面有一个美国的现象 他是实况主 实况主就是最早都是游戏实况直播这样出来的 后来呢这个实况主叫做迪尼诺 然后这个迪尼诺呢 他发现有一个赚钱的方法 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去纠集跟他家一样跟他在生活一样的这些 没有正当工作的啦 每天无所事事的人啦 打开他家的大门 欢迎你来我家 然后呢每天就24小时摄影机开着 然后这里面就会发生什么很多打斗 咒骂 彼此之间看不顺眼 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直播出去 很多人喜欢看吗 很多人喜欢看 很多人喜欢看 所以呢他就发现了这里面的一个炼金配方 就是有争议才有收入 对 所以他要创造很多很多的争议 那这个争议就包含说他们到街上去戏弄 homeless 就是无价可归的人 那做得非常极端了 另外譬如说他会公布一些网红 其他譬如说那个照片非常养眼的女性网红 他去公布去骇客去查到他的手机 查到他的地址 然后去公布他的私人讯息 然后实况转播 那可是被公布之后不就不堪其扰吗 对 然后就他不是被公布之后不堪其扰 而是他一旦公布了以后 他下面这一群粉丝 每一个就上去打电话 每一个就开始打电话传信息 然后传非常恶毒的咒骂的那一类不堪入目的讯息 去骚扰那个女生 以此为乐 然后全部donate给这个迪尼诺 这个实况主 他就发现这是他的一个配方 他做节目的配方 可是据我所知会donate的人也不是那个有钱的干爹干妈啦 不是就一般人 就一般人 那为什么他们还会拿这个钱来去donate呢 他这里面延伸到一个故事 这个迪尼诺呢 他有一次他搭Uber 刚好来的司机 是一个克迈隆出身的司机 那这个克迈隆 他是从克迈隆移民到美国去 在美国其实也待了超过十几年了 那这个司机呢 他在载到迪尼诺以后 在车上两个人就开始闲聊 闲聊那当然他不知道 这个迪尼诺是在实况转播中 他就跟他聊 聊的过程 他说你从哪里来啊 他说我从克迈隆 克迈隆是哪个国家 我不懂他在哪里 西非的某个非洲国家 但与此同时 迪尼诺的这个直播的留言区 全部都是一片的讨论声 说啊这是黑鬼 啊这是什么国家 就是开始去咒骂跟种族歧视 这个Uber时机 结果后来发生了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 是兄弟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很拼命啊 我这除了开Uber以外 我都在做音乐 原来这个克迈隆的这个移民 他其实都一直有一个明星梦 他想要做明星 结果一直没有机会 然后结果呢就在这个 他说那你唱两首来听听吧 他就我昨天刚好做了一首新音乐 我就把它播出来 然后就开始唱 结果没想到 他音乐水平还不错啊 所以底下粉丝就开始 哦这个音乐很骚脑哦 新一代的土派客哦 什么之类的评论就开始出来了 就开始懂内懂内懂内 那无意中就造成了说 诶这个Uber司机啊 竟然被一个实况主给发掘了 他就马上加入这个实况主 底名我的这个家族 但是他加入以后 他就开始是他被霸凌的开始 为什么一些这些人就是 啊你是黑鬼啦 你是 然后他年纪又比较大 他三十几岁了 跟这一群实况主 跟他底下的这些粉丝群体 年纪都差一个世代 两个世代以上 所以呢他就常常会是那个被羞辱的对象 嗯 不过他后来开了自己的频道 他还为了这些羞辱他的粉丝 专门写一首歌 嗯 对 但当这个记者问到他 就是说 哎 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说 你现在就是靠让别人羞辱你来赚钱 嗯 他说 嗯 对啊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因为这个平台 任何人只要有 他说YT呢 是一个小孩子的游戏 嗯 任何人只要有三块美金 嗯 就可以你自己或请机器人来帮你发表意见 嗯 不管你是要给加油打气 嗯 还是你要骂他脏话 嗯 你只要花三块钱 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嗯 好 所以之于Donate的商业机制 从这个例子的故事里面可以看到 嗯 其实只是一个feedback而已 嗯 他就是要呈现一个回馈 啊 我我我想要表达我的愤怒 我的厌恶 或者我嘲笑你 那些我在真实世界里面呈现不了的情绪 我可以用三块美金或五块美金来达成我的目的 嗯 嗯 哎 这彼此双方的我们讲的心理素质都要够强大 哎 对其实这一位克麦隆的移民 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强大的 为什么 是啊 因为他讲说再怎么样 因为他后来就有固定收入了嘛 他就把Uber司机给辞掉 哦 你知道他收入可以coverUber司机 哎呦 他每天的收入大概可以 初期大概可以到两三千块台币 嗯 到后期呢可以到五六千块台币 嗯 所以以他一个原本开Uber 有一搭每一搭 然后先下时间做点音乐 现在的生活对他已经是太完美了 因为还会有很多的这些社群团体会邀请他 嗯 去旅行啊 嗯 到某一个地方啊 然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实况记录 嗯 嗯 跟直播嗯 嗯 然后让别人骂他 他就可以每天有五六千块的进账 啊这你我都做不来啊 对对对对 ну 这 comen你我都做不来啊 这有人要是骂我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好给他翻脸 或者给他拚命 可以拚命 不要误直打我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钱不要命 這樣的一個 還有人就是像今天的新聞也是這樣 比如說有人網紅想要紅 就在馬路上拍片 就那個開車你就罵他 你真是要錢不要命啊 要流量不要命啊 這種情況很多 然後其實在網紅當中 其實有很多跟詐騙有關的 上了理財生活通 待會要講一點詐騙的事情 其實在這本書當中 也有很多真的是血淋淋的案件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待會再跟大家做更多的一個分享 好 這裡是RL Radio重要流行網 歡迎再回到理財生活通 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是血液文化的發行人韓松林 跟大家來分享這本書 底層網紅了 我們剛剛一路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個十年前 可能大家都不存在的一個行業 現在每一個人都在討論了 那當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在這個 整個網紅的世界當中 就迷失了你自己 然後賠上了這個性命 要錢不要命 不過我們來聊一聊詐騙這件事情 就是說在社群當中的詐騙真的很多 我本來以為台灣真的是詐騙之島 就是我的到處照片被用什麼的被用 可是我發現在國外也是 而且一直都存在 然後就是那個工作就告訴你 只要半個小時你可以賺多少錢 這種很多也未必是投資詐騙 總之騙就很多 這為什麼是這種網紅世界當中 或社群世界當中常常發生的事情呢 對其實騙的不僅是 不僅是所謂的專業領域 譬如說投資這是我們最常看見的 在台灣現在大家都非常痛恨 臉書時不時 我記得雲芬姐的頭像也有被用過 用過幾百次啊 對然後呢 不只是這一個 其實這書裡面 我先用一個小故事來開頭 他的詐騙對象是什麼 是網紅 網紅還沒詐騙別人之前 自己先被詐騙了 這個故事是這樣 所有的所謂的微型網紅 也就是說你的流量 大概只有幾千一兩萬 那你最希望能夠有一個 什麼樣的機會呢 就是成為某一個品牌的代言人 對 這個機會呢 會被視為說自己翻身 被看到 我可能有更大與商業合作的空間 也代表說 以後有可能賺到更多的錢 對吧 有一家公司呢 就看準了這件事情 他看準了一個機會 既然你們這麼想要當代言人 我就讓你們當道爽 對 他就寫了信 當作這個公發的信 就一次大概少成千上萬個 這種微型網紅 信裡的內容是說 恭喜你 因為你創作的內容被我們看見了 所以想邀請你成為我們飾品的代言人 這是一家號稱自己是線上銷售飾品品牌的一家電子商務 那他就附上他們這個網店的一個連結 然後說你可以到我們的網店底下去任選一款或幾款 你想要佩戴的飾品 然後你只要在你的po文上面 hashtag我們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可以盡情的享用我們的飾品就對了 好但是呢 後面有個淡數 就當你信聰聰的挑了幾個 對 放到購物車之後 他就跳出來一個費用 叫做做物流處理費 那每一件飾品的物流處理費 是60塊美金 那你會覺得說 這些人通常在最後的這一個關口 通常都會說服自己 算了 反正他就是送我的嘛 對不對 飾品不用錢嘛 對 60塊算什麼 可能我挑三個飾品 也不過100多塊 抓到一個機會 得到一個曝光 也不值這幾千塊吧 機會不錯 就花了錢了 但其實這些飾品呢 其實不賣給一般消費者 只賣給這一些微型網紅 對 然後呢 這些貨都是大陸的淘寶貨 也就是說在淘寶 在這個阿里巴巴的B2B的網站上面 這一個平均價格都不到一美金 都是under一美金以下 對然後這個處理費就60塊 是所以他近賺59塊 而且那個阿里巴巴上面是包油喔 包油就是連油資都包了 對對對 所以59塊是他的利潤喔 所以從這個故事可以告訴我們 就是詐騙其實跟商業模式一樣啦 他有各種不同的形式的存在 針對不同的群體 那我們最痛恨的那種股票啦 投資啦 這種商業詐騙啦 其實我覺得 蘊峰姐應該常常會這樣覺得就是 怎麼會有人上當 就是有人上當耶 對 怎麼會有人上當 就是這麼荒唐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你明明看到第三行 你大概就覺得應該是詐騙了 嗯 這個書裡面喔 其實大概歸納了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就是說 從一部電影開始 叫做華爾街之狼 哦對 華爾街之狼這部電影呢 其實塑造了一個傳奇 也就是說 他的這個故事的情節 讓所有人都認為 原來股市交易員的生活是像那樣 對 很疑話喔 很疑話 上流社會喔 賺錢容易啊 灰金如土啊 對對 那這樣的形象呢 其實就有助於什麼 詐騙集團 把他們詐騙的內容給具象化 嗯 其實你要詐騙很簡單 你就知道店裡面 電影裡面演的 去呈現你生活的樣貌 就會讓別人信服說 你可能是一個正兒八經的 很會賺錢的股市交易員 嗯 這書裡面的故事呢 他第一個故事介紹的是一個 21歲的 號稱自己 在18歲那一年 就靠著股市 讓自己財務自由 嗯 靠成立了一家公司 嗯 那他 每天在過什麼樣的生活呢 嗯 每天開著他的勞斯萊斯 喔 到豪宅去辦趴 喔 每天IG上面po出來 都是這一類的照片 嗯 那更特別的是呢 這一個小男生 只有21歲 他竟然接受過英國電視台 的紀錄片 專訪 嗯 這個紀錄片呢 叫做 Rich Kids Go Shopping 也就是說 富孩 購物去 對 就好像他是一個官方認證的富二代 嗯 那 後來記者去採訪說 為什麼英國電視台會做這個人呢 嗯 會把這個人放當作是一個Rich Kids 嗯 原來是因為他們在IG上面看到 喔 有一個IG呢 叫做 叫做Rich Kids in London 嗯 有一個IG頻道 嗯 那這個IG頻道呢 就會有 每天都會發布好幾則 就是這些所謂的富二代 嗯 或富三代 的有錢公子哥兒們 享受生活的照片 嗯 那這些記者呢 可能看到了 就真的以為他是富二代 就去邀請他 嗯 受訪 嗯 然後他得到電視的曝光以後 就真的很多人 加入的他所謂的平台 哦 他所謂的平台 哦 平台 因為這些平台 其實並沒有告訴你賣什麼商品 對 只告訴你說 加入我們就可以得到財富資 嗯 嗯 結果受騙上當的 很多都是像 這一個年輕人一樣的出生背景 英國倫敦附近的平民區 嗯 然後呢 對 都是平民區出生的孩子 然後這些平民區的孩子 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他們可能 營養午餐的錢都繳不出來 嗯 但是身上一定要穿最頂級的槽牌 哦 所以他們就會想辦法把錢 就 donate到這一個平台上面去 嗯 然後就幻想著跟他們一樣的 比他們大幾歲的 這個 每天都開著勞斯來斯的人 有可能開啟他們 財務自由的 窗户 哦 後來呢 這件事是怎麼爆發的 嗯 因為在 在 在社群的表象上面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光鮮亮麗的富二代 嗯 但這件事爆發是因為出了一個車禍 嗯 他的老師還是撞車了 哈哈哈哈 對我們竟然這麼開心 哈哈哈哈 撞車了以後 嗯 法官裁定 當然因為是對 他的不對嘛 嗯 他的不對 然後但是他拒不賠款嘛 嗯 後來 法官 檢察官 調查 因為這個 騙局太容易戳破了 對 所以只要一調查就會發現 原來這一家公司 是登記在一個 貧民窟的裡面 不知名的公寓裡面 嗯 根本不是像他宣稱的 在倫敦的什麼 嗯 金氏雀碼頭的 某一棟奢華的商業大樓 根本不是 嗯 然後也沒有所謂的跨國集團 有百 一百多位交易員 每天在幫你服務 這些所謂宣稱的廣告 都通沒有 嗯 然後就連那個豪宅 也是假的 勞斯萊斯 是租的 嗯 所以他撞了 他賠不起 嗯 所以 檢察官就說 這從頭到 徹頭徹尾就是一個詐騙 這沒有別的 直接判刑就好了 所以因為這個 社會新聞事件 才爆發了 但已經有非常多 像他 呃 大概二十幾歲的 嗯 十幾二十幾歲的孩子 陸續的幾百塊幾千塊英鎊 嗯 就這樣丟到他所謂的平台 而他那平台賣的是 二元期權商品 運分姐應該就很清楚 就賭輸贏的 進外基金的二元期權 嗯 這應該不是十之八九 是百分之百 都是賠錢的 天啊 所以你想想看看 整個社群建構出來的 都是一個很 龐大的騙局 你看那個漂亮的都是假的 我告訴你 那個有錢也都是假的 好 謝謝我們韓松霖 跟大家來分享這本書 希望有機會可以多來分享好書 好 沒問題 好 謝謝松霖 謝謝 謝謝 I like 103 I like radio